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油泥堆满 油泥硬度不能太大 堆的时候要贴近模种 不能有缝隙 把油泥碾平浮滑 用刀具将四周多余的油泥切掉 堆好油泥后还要均匀的打上卡笋 即扣位 卡笋泥模种一公分左右 这样便于合模 使模具不错位 在模种上均匀的涂上洗洁精或肥皂水 使模种与硅胶容易脱模 用气枪吹干 把硅胶均匀的涂刷在模种上 第一层硅胶的固化剂比例较小 厚度要小 一般小于1毫米 大约15分钟后 刷上第二层硅胶 第二层硅胶的固化剂比例要比第一层的高 硅胶固化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-8分钟 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硅胶 带硅胶不再流动时 在硅胶上面粘连一层纱布 以增长硅胶的强度 抗撕裂度 然后再均匀刷上一层硅胶 适产品大小适量 增加一层纱布 一般不超过两层 做外磨 由于硅胶与树枝不粘连 所以在做外磨前可省去刷脱模剂的步骤 先均匀涂上一层树枝 再均匀铺上一层玻璃纤维布 接着再涂上一层树枝 根据模种的大小来铺玻璃纤维布 大件模型需贴3-5次 小线模型则1-3次 这样可使外磨有一定的硬度 不易破损 待树枝固化 约半个小时 用手磨机沿着硅胶边打磨 修整 拆模 待外磨和硅胶完全固化 即可做另一半的模具 把油泥拆掉 拆掉后 表面是硅胶和磨种 把堆积的油泥清理干净 并用气枪吹干 再硅胶表面打上凡是瓶 使硅胶不会粘连 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即可